全国疫情趋缓之后 各项赛事是逐步的回归 这一个学期 第一场科技赛事 2021花林县太平洋杯 无人机运算思维赛 30号是在玉旅国中开赛 竞赛的项目分为遥控障碍赛 以及城市控制障碍赛 选手包含有国中小高中职大专 一共有93队273位的师生 同场竞技标飞无人机 全国疫情趋缓 各项赛事逐步回归 本学年第一场科技赛事 2021花林县太平洋杯 无人机运算思维赛 10月30号在玉旅国中开赛 竞赛项目分为遥控障碍赛 以及城市控制障碍赛 选手包含了国中小高中职大专 共有93队273位师生 同场竞技标飞无人机 我要谢谢当时在玉旅国中 担任校长和国员校长 启动了整个国际运算的自由领域教程 让我们一年一年的往下降跟向上延伸 让我们从108年成立了 全国第一个智慧教育中心以后 一中心三区 三区在我们的北区中区在光渡国中 南区就在美国中 而各个有不同的发展的重点 在北区是逻辑运算 在中区是我们的人文科学还有创课 其在南区就是我们的无人机房生兽 还有自从车 许政委表示华林县政府已打造智慧城市为目标 在教育上积极推行智慧教育 全面实施儿童城市语言课程 各级学校以运算思维 逻辑思考为目标的课程也逐步建构完成 并且配合课程需求大量采购新兴科技设备 并且配合课程需求大量采购新兴科技设备 或创课套件拨补到国中小学 让学生实际动手操作 激发思考与创造力 并且积极办理各项科技教育竞赛 希望从竞赛中给予学生学习跟动机 展现学习成果 记者高双双 玉里镇采访报道